我們繼續開會 請高明寧議員執行 執行時間45分鐘 謝謝主席我們的蔡昌達副議長 那我們所有關心高雄市政的所有市民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我想我應該會用一些時間 來跟大家做一個review 我想本席上任高雄市議員以來 現在已經大概是一年半的時間 那這一年半的時間我們看到很多高雄還有台灣的轉變 那我記得我在前兩個會期裡面都有提到 過去高雄因為中央的政策 產業的佈局還有長期對南部的不重視 所以看到很多的政策包括我們的產業的發展 包括我們的空氣污染 包括在前兩年我們高雄發生氣爆 甚至我們曾經有遭遇過大王級的寒害 等等一連串的這樣子的天災地變 我們都看到中央的政府是如何不公平的對待我們高雄人 所以當時呢我在上個會期的這個總質詢的時間 也特別跟我們的市長拜託 就說2016年這個總統大選 如果蔡英文當選 將會是我們台灣邁向新的一個里程碑 也會是我們翻轉高雄最好的機會 那我們很感謝很多的台灣的民眾 很多的台灣人民還有我們高雄的市民 都非常肯定也願意再給民進黨進步黨再一次的機會 所以蔡英文現在是我們台灣中華民國的總統 那也因為520以來我們看到有很多很多我們高雄市政府 過去有很多的工作同仁夥伴都陸續續進到了我們中央內閣的這個成員裡面 那包括我們的副市長吳鴻謀 現在擔任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 包括何啟公衛生局長 現在是我們衛福部的次長 還有我們的李永德顧問 客委會主委還有等等等等 包括一卡通的董事長也是我們過去高雄市政府的交通局長 現在在交通部擔任次長 那我想這麼多的高雄市有高雄經驗的這些我們的政務人員 來進入的中央 那我們在高雄的每一個區域立委加上不分區 我想這樣子南瓜起來可能有將近有二十幾個人 都是有高雄經驗的這樣子的人才進入到中央的政府 那我希望說我們一定要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因為這可能是我們翻轉高雄的最後一次的機會 所以呢在這邊在今天的這個總質詢開始之前 我要在這邊懇請我們的陳局市長 也懇請我們的市府團隊 要好好把握這一次民進黨中央執政 同時在國會過半的機會 那也利用這一次的機會 好好的大家同心同力一起把我們的高雄變得更進步 讓我們一起來翻轉過去不公平被不公平對待的高雄 所以前面我想我先用一些時間喔 來回顧一下我前兩個會期總質詢的時候 那曾經要求過我們市政府所做的一些工作 那我想給市政府一年的時間喔 現在來檢查一下大家的功課有沒有做齁 應該這個時間應該不不算太短齁 所以第一個我想在上個會期我一直提到 人權宣言提到聯合公約 提到C的公約等等 主要就是在談一個性別平權的概念 跟一個人權的概念 跟一個我們要建構一個移居大高雄的這樣子的一個願景 那所以我大概今天要來檢查的功課就是以下五點 第一點我們的人權自治條例當時市長曾經承諾 我們人權自治條例將儘速的送到議會來進行審議 那我不知道我們現在人權自治條例到底進行到什麼程度 是不是可以在這個會期都快結束了 是不是最快能夠在下個會期送進議會 那目前人權自治條例跟很多的專家學者跟不同的團體在進行討論 到底大家最爭執的點在哪裡 是不是有關人權報告的撰寫 是不是有關什麼組織單位等等 爭議點焦點討論的焦點在哪裡 我想等一下請我們的法治局長來做回答 第二個我們很感謝我們高雄高雄市 還有我們過去的民政局長曾志文局長 在我們高雄市推動了所謂的陽光助記也就是伴侶助記 協助我們所有的多元性別跟同志朋友 那讓他們可以獲得一個心理上的認同跟被社會的肯定 雖然所內助記並沒有這個法律效力 但是已經相對很大的程度給了大家很大的肯定 那也因為高雄是第一個伴侶助記的這樣的一個偉大的城市 所以陸陸續續開了第一槍之後非常多的城市 五都六都全部都依序跟進 那我想伴侶助記雖然不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後續我們還可以做的事情還非常非常的多 那第三就是單一業務窗口 那個時候市長曾經有承諾要為我們的同志社群多元性別的朋友 建立一個單一的業務窗口 那目前我們好像不知道這個業務窗口到底怎麼建構 到底如果我有一群同志朋友他們想要辦活動 或者他們有一些相關的疑問不知道這個窗口在哪裡 所以我想這個單一業務的窗口到底架構在哪裡 那以後這些同志社群的朋友多元性別的朋友要找誰 這大概是第三個問題 那第四個性別友善廁所 我也非常肯定我們的高雄市政府 不管是在我們張乃千局長的任內 一直努力在推動性別友善廁所 那也在我們的男子戶政還有相關的一些戶所 也開始在推動所謂性別友善廁所 那今年在我的設政部門諮詢的時候 我也要求我們的局長一定率先要在我們民政局裡面 來設置我們的性別友善廁所 甚至我也期待我們高雄市政府的四維行政中心 我們的鳳山行政中心都可以有一個象徵性的 而且是實際上可以去使用的至少要有一間 那這個部分我想我也特別要再給大家一個肯定 其實大家可能對於性別友善廁所有一些人不了解 會覺得恐慌 會覺得是不是會發生什麼的危險 其實在這邊必須要跟大家說 其實性別友善廁所其實就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無性別的廁所 不管你是男生不管你是女生 或者你穿得很中性或者你是一個牽著小女孩的爸爸 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性別 任何一個一對親子或者是一個年長者牽著孫子 或者是一個女兒牽著老爸爸的手 要去幫他上廁所 幫他處理這些衣服等等 所有的人都可以來使用這樣子性別友善的廁所 而不用擔心受到歧視 而不用擔心自己好像跟別人不一樣 那我想今年美國歐巴馬總統 他在五月份也做了一個很重大的象徵性的動作 他寫了一封信給所有他的click 就是他的同事 那這個信件的內容就是 Letters on transgender 就是希望針對這個跨性別的部分 讓所有美國的公立的學校 都可以設置這個跨性別的 就是性別友善的廁所 讓跨性別的學生他不用擔心 因為他的性別氣質不同 因為他的性別認同還沒有很明確 而必須上廁所的時候遭遇到一些危險 歧視霸凌或是等等等等的 那我想這對曾經在十五六年前發生過 玫瑰少年葉永志的台灣 相對而言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 可以參考的指標 那第五個我想討論一下有關醫療人權的部分 首先我可能會先質詢我們的黃志忠局長 局長我看了您的學經歷非常的豐富 您不只是家庭科的醫師 家醫科的醫師 同時我看過您的經歷非常的豐富 您同時也是我們性別所的教授 那同時也擔任過很多內政部的有關婦女的 有關性別的 有關家暴防治的等等的相關的委員 也一直努力在推動這個性別兵權 所以首先我大概要先請教您有關一些醫療上面的人權 其實在前兩個會期裡面 我甚至也質詢過當時的何啟工局長 有關我們在醫療現場 如果有任何一對伴侶 如果有任何一個病患 或者是一對同志伴侶 他在醫療的現場需要緊急做手術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不是家屬 在民法上並不認為他是配偶 那甚至無論是他在施行手術需要麻醉 或任何侵入性的檢查的時候 他都沒有辦法在法律的層次上 可能被認定為是可以代理簽這個手術同意書的 我說的是醫療現場 但是根據我們的醫療法 我相信法治局長在上第一個會期 我們也討論了很久 根據我們的醫療法第六三條六四條 其實都明確的規範了所謂的關係人 但是雖然法律給予了關係人 給了所謂的同志伴侶這樣的一個空間 但事實上我們在醫療的現場常常發現 當一對Gay朋友一對Lesbian的朋友來到了醫院 他可能會遭遇沒有辦法當他的伴侶簽手術同意書 沒有辦法代理他來聆聽所有的這個醫療的可能的危險性跟風險 那我想這個部分我是不是先請我們的局長來做一個答覆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民政局所合發的這個所內助記 伴侶助記的這個證明書 我們拿到我們高雄市的任何一家公私立的醫療院所 現場會是什麼樣 來機長請答案 好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對於多元性別人權的醫療人權的關係 那根據醫療法的規定的確是我們是關係人 但是更重要的是病人自主權 那所以在這種性別既有的社會性別框架裡面 其實是我想是一步一腳印我們逐步踏實 那議員剛剛談到的這個部分 其實對那個在助記部分的部分 因為在醫療裡面其實他們更重視的是病人自主 跟他的關係人的部分 所以在法治面來講的話 那不應該是成為一個問題 當然我想病人自主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特別是在2015年的年底 我們還通過了一個病人自主法 病人自主權的這個法令 就是要保障任何一個病人 他可以行使他做任何醫療的決定的這個權利 但問題是很多病人他可能昏迷 他可能已經進入了一種迷流的狀態 他需要有人幫他來做決定 而當這個時候他如果沒有預立醫主 他沒有委任任何的醫療代理人 他的身邊就只有一個人 那個人可能不是他的家屬 可能他也聯絡不到他的家屬 可能那個人就是他的同志伴侶 那請問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們的醫師我們高雄市的醫師 特別是我們高雄醫學院的醫師 會不會就讓他代理 跟議員報告 我的了解是當病人進入到一個緊急狀況的情況下 如果他沒有 他本身的狀況就已經 醫療人員就具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緊急的應召請的義務 所以他本身可以在當下 其實是醫師就可以做決定 那但是在我們台灣的一個過往的一個 人情事故裡面 通常醫師還是都會詢問一下家屬的意見 不過基本上我們如果回來 最基本就是面對病患的一個生命危機 或者說他一個臨終彌留的狀況下 其實醫師本才就有權利 在一個病人已經無意識的狀況下 去做對病人最好的處理 那這個其實是回到一個很重要的是說 也因為這樣子所以事實上 過去也曾經發生過 因為家屬其實跟病人之間會有一些衝突 甚至我們發現到因為這樣 所以反而是做出不利於病人的一個要求 那這個醫師都應該是去做一個比較適當的處理 是其實很複雜的齁 您先請坐 很複雜的是我特別要跟您說齁 因為一般據我所知在醫療現場 很多大家一般的醫師通常為了避免糾紛醫護人員 他會依照民法所規定的這些家屬 伴侶幾等親先開始 應該說配偶 幾點先開始 他不會管你什麼同居之人 他不會管你 喔這是親愛的好朋友 非常要好的大學生交幾十年的好朋友 他不會管這個人 他就是要家屬 那我這邊特別要跟您講一個案例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這麼care這個問題 我想不只是為這個多元性別社群的朋友來發聲 那也是因為我們真的找到了一個案例 今年的三月份的時候 有一對同志朋友 他們來到高雄醫學院 就醫 那這個30歲的男子 他因為就是使用一些精油 然後發生火災 然後結果燙傷了 那他的臉 前胸上背全部嚴重的燒傷 然後他就送到醫院去急診 結果呢 當時急診的醫師認為 他需要緊急侵入性的治療 如果他病情急速惡化的話 可能會呼吸到水腫 那可能會需要緊急插管 所以他這個醫師也很盡責 要求我們這個病人的家屬要到場 然後要解釋病情跟可能的未來的風險 還有必須要做手術 結果呢 當下我想您是醫師 你最清楚 就會需要家屬來簽這個 侵入性治療同意書跟病危的通知單 但是呢 陪同就醫的是另外一名同性的 也就是另外一名男子 那剛好 也就是他的同性伴侶 那他遇到的問題是什麼呢 這個男子表明了 他的伴侶表明說 他就是這個燒傷病人的同居人 他就是他的伴侶 雖然他們沒有辦這個所內註記的證明 沒有證明書 但是他已經明確告知我們的第一線醫護人員說 他就是他的同居人 他就是他的伴侶 但是 礙於同居人不是家屬 礙於民法上並沒有承認他們的這個伴侶的關係 礙於他們也沒有去按照民法所規範的去登記為家屬 所以 這個醫師根本就沒有辦法去對這個同居人解釋什麼病情 他也乾脆就不解釋了 可能要到達高雄也很難 可能要一段時間 結果聯絡好久好久 我們這個第一線高雄醫學院的這些 甚至是有性別所的高雄醫學院的醫療現場 還是不肯認他就是同居人 還是不肯認他就是他的同性伴侶 還是不讓他去代理他去簽這個病危通知單 還有這些家屬的一些相關的文件 那也不告訴他詳細的病情 然後聯絡很久很久很久 才聯絡到一個他的遠房親戚 然後才讓他去進行治療 那我想我今天告訴您這個真實的案例 就是要告訴您 也許過去我們的何啟工局長告訴我說 不會不會不會 我們在醫療現場一定都是以病人的生命安全 以病人的最大利益為導向 所以我們的醫師一定會盡力去急救 盡力去救援盡力去治療盡力去醫療 但事實上我們看到今天這個案例 而且就發生在您的學校高雄醫學院高醫 那就有這樣子的事情 讓我們的同志朋友同志社群 感到非常的傷心跟困擾 所以在這邊我想我也不多花時間 我想我要表達的事情非常清楚 的確我們的同志朋友跟多元性別的這些社群 他們在醫療的時候 因為不能有合法的簽署手術統一書 或者是沒有辦法依照關係人在醫療的現場 被認定他們遇到了困難 那也許有的時候 一個人的生命就這樣不見了 所以我想在這邊我想提出幾點的要求 第一點就是我們不管是玉立醫主還是委任醫療的代理人等等 是不是我們可以讓我們更明確的讓我們所有高雄市裡面所屬的公立醫院都能夠明確的知道關係人裡面是可以讓我們的同志伴侶來使用 那不要擔心說會產生什麼樣的醫療糾紛 因為畢竟還是救人為先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我想跟您說的是說 其實今年 衛福部也發 今年跟去年衛福部都發了好幾次文 其實就在重申這個醫療法63條跟64條有關關係人的這個定義 那也告訴各級的這個地方的衛生局說 你們你們這個關係人本來就是有包含 同志朋友可以援引這一條來醫療現場的時候來使用 但是事實上在醫療現場我們就看到一個生實的案例在這裡 所以在這邊我是不是也特別提醒您 今年的2016年4月25號台南市正式的公告 同志伴侶可以簽手術同意書 那在2016年也是今年的6月15號 台北市衛生局醫護管理處也正式的發函 再一次的發函說同志可以簽手術同意書 所以在這邊我是不是能夠邀請 要求您我們高雄市 不管這是已經很明確的法令 我們也發個文正式的公告 甚至特別要求我們的高雄醫學院 應該要讓我們的同志伴侶能夠簽署手術同意書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我期待 無論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之下 我們當然醫療現場大家都很擔心會有醫療糾紛 那也許在那個時候又有家屬 不同等親不同距離 關係不同距離 血緣上不同距離的家屬在現場 可能也有配偶 可能也許有同志的朋友 也許有很明確的很要好的關係人好朋友 也許還有同居人 這個時候優先順位到底要怎麼決定 那我們如何一邊保障我們的醫護人員 不要捲入家庭糾紛 不要捲入甚至保險的糾紛 那一方面又保護真正的那個病人 那我覺得這是今天我要提出來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那也請您好好的思考 那是不是可以正式的發一個文 給我們所有高雄的公立醫院跟醫療機構 那我請局長回答 來局長請答覆 好謝謝主席謝謝高議員 其實當病人是清醒有自如能力的時候 我們其實不需要有其他家屬簽署我們的 什麼什麼手術同意書檢查同意書就可以進行 那現在病人是危急的時候 那醫師本來就有權力去做應這個危急做處理 那我們之所以會在這些所有的同意書上面要求他的一些家屬等等這些要簽署同意書 事實上是一個我個人認為是醫療裡面多此一舉的部分 因為簽了也不能保證他不會有醫療糾紛 不簽其實在法律上都合理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一個不好的一個狀況下 尤其是當性別變成一個關係運作的情況下 事實上同志或是多元性別議題 就被更是突顯出來他的一個被邊緣化被排擠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想基本上雖然我個人是不贊成說還要 病人醫師清楚還要其他人簽署同意書我才能手術 這是不對的 但是我覺得依目前的狀況 我覺得按照我們目前的一個實務 我們願意去發這樣子一個公文去告訴我們所有的醫師 我們醫療院所 因為基本上在關係人上面 他的一個同志伴女本來就是可以簽署的 好謝謝舉賞您的承諾 那我就等您發文給我們高雄市所有的公立醫院 那請坐 那接下來的議題我想談一下有關交通的部分 上個會期我大概花了很多的時間在處理交通的這個進展 那其實我最近看到一個新聞我覺得很傷心 最近我看到一個新聞就是台南市他們也要蓋捷運了 那他們有兩條線 那一條叫安平線 一條是市區的環狀線 然後我在新聞裡面看到106年要完成西部設計 107年要辦理發包如果前面跟中央的過程順利的話 那我在翻翻看我們高雄市捷運局給我的報告 蛤什麼我們這麼久了耶 十幾年了耶 退了好幾次了怎麼 106年才要初步核定綜合規劃報告 而且是第一站而已喔 然後預計還要107年不知道可不可以開工 那第二階段從鋼山火車站到入竹又更久了 109年才要辦理施工前準備 112年才開工工期要60個月 最快也是116年底才要營運通車 那我不知道這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是怎麼人台南市可以這麼快 我們高雄市可以這麼慢 我們前面不是有說了嗎 我們現在內閣的成員好多都有高雄經驗的這些政務官 為什麼我們的速度會比別人慢 那這個部分我是不是先請我們捷運局長來回答 捷運局長請答案 感謝主席感謝高議員 跟高議員說明喔 整個捷運建設部分 第一個中央要核定可行性 那所以我們一階部分 我們整個鋼山路主延伸線部分 最後他只合給我們一站 就是鋼山站的部分 那所以後面的部分延伸線的部分 我們可行性還在推動 那有關鋼山站的部分 我們要看齁 那個這一部分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必須 報綜合規劃跟環品 那綜合規劃的部分 目前已經在交通部審查中 那另外環品的部分也在環保署 那我們希望今年可以把那個綜合規劃跟環境獎說明書部分 因為我們這個這一部分 目前是不用進二階 但是未來那個目前狀況其實他們都有規定齁 只要是捷運建設都要進入二階 如果進入二階就很麻煩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是只有一站 所以我們這一部分的話 只要是環境獎說明書 那就可以去進行了 所以我們希望 最快什麼時候可以開工啊 我們這一站 這一站的話 我們目前是預計就是 在今年 我們希望今年 如果說在今年幾十前 然後整個中央核定下來之後 那我們會進行基設跟整個統包的一個花包 那統包花包之後 我們會針對統包花包的部分 然後就開始 當然一開始要先進行設計 那設計完成之後 預計什麼時候動工 我們如果說整個順利的話 齁 我們是預計差不多在明年中 好 那就是2017年的年中 到時候剛好應該也是下一個會期的時候 另外就是第二 這個應該還要跟中央這一部分 我們一直透過立委 然後希望中央趕快把這一部分核定下來 那另外第二階段的部分 第二階段的部分 目前整個交通部可行性部分 已經是核轉到行政院 那所以這一部分要等行政院 核定下來之後 那我們還會進行整個 謝謝局長齁 我知道您的答覆也是很詳盡齁 但是我在這邊只是要提醒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台南怎麼動作這麼快 也許是新聞曝光做得很好啊 新聞操作做得很好 但是我想說的是 不要搞到最後台南 比我們快還開始動工 這樣真的很難看 那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我們有這麼多高雄經驗的這些政務官在中央 還有我們高雄市 有這麼多高雄的區域立委 總共加起來二十幾個人 我想 甚至還加不分區 甚至如果國民黨的這些區域立委 還是不分區立委 願意 沒有區域立委 願意來投入 然後來一起推動高雄市的進步的話 那我覺得我們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我們要讓中央政府知道我們高雄市的需求 我們要讓中央政府讓蔡英文總統知道 我們地方 我們大岡山地區期待這條捷運已經期待十幾年了 那我覺得現在520上任已經沒有任何的理由 所以在這邊 請局長請坐 我希望你多用點心來拜託我們高雄市民進黨籍區域立委 那也多多去找一下我們的王國財 現在在交通部裡面擔任次長 這個部分我要請你多多努力 不要最後我們比台南還慢 那當然我們很期待 有一天我們高雄的入竹延伸線 可以趕快跟我們台南接軌 因為我想您也很清楚 我們大岡山地區很多這個居民都在台南地區就業 或者是說在附近生活 所以那如果這個捷運通車以後 甚至還連接到未來的台南那邊的機場 所以我想這個有非常非常高度的急迫性跟需要 那我也希望您能多多努力 那第二個我大概提醒一件事情 既然我們要延伸這個高雄的捷運 從南岡山站延伸到火車站 那也要延伸到入竹 那就會牽涉到一個問題了 就是也是我在上個會期提到的就是 我們的岡山火車站前面那塊果菜市場 那現在到底簽建進度是如何 在上個會期的時候 陳菊市長曾經承諾 因為金發局有意見 那因為農業局也有不同的意見 因為當地的攤商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大家意見都分歧 有人想牽去和平市場運力 有人想要乾脆熟熟的保護 什麼樣的狀況都有 所以我想知道說 那上個會期市長指示我們曾經承副市長 來針對這件事情 來協調我們農業局跟我們的金發局 那我不知道現在到底有沒有什麼結論 我們的果菜市場簽建 到底現在進度如何要怎麼做 那我是不是先請我們的農業局長 您來 來局長請到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高議員 對果菜市場簽建的關心 在這裡跟高議員報告一下 那麼我們果菜市場 在今年很不容易的 我們董事委已經通過公司解散 那麼我們預計在六月底 我們已經要進行公司解散 第二個 我們既有在現場裡面的 談判安置問題 那市長也指示我們 一定要從醫護來處理 那這個部分 剛剛就成如高議員所講的 很多個聲音很多個不同意見 但是我們會配合 我們整個一個 捷運局的開發一個期程 我們現在先組成一個臨時管理委員會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攤商也都已經同意 那這個部分我們陸續續再進行 那至於簽建的地點 那因為 本來說要到和平 那因為在那裡也有人在也有反對的聲音 那當然這個部分呢 讓我們繼續來努力 我們來逐步把它完成 我們希望 我們可以很 在一種很 很那個務實的情況之下 來完成這個簽建的工作 那我是不是就請農業局 把相關的這個時程 還有你們下一次要什麼時候 跟我們這些攤商 好 要進行協調 這些時程 都讓我知道 好謝謝 那本期非常關心 因為很多的聲音 我也很期待我們國菜市場簽建 能夠很順利 那每個攤商也不用擔心他生存的權利 受到剝奪 那也讓我們的捷運的工程可以一切順利 好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我想講的是公共自行車的議題 雖然這是屬於環保局 但是也是我們交通網絡的其中一環 那其實我在這個會期的保安部門也有提到 那特別在總質詢的時間在特別來講這件事情是 我想我們現在公共自行車其實大家都知道高雄市是全台灣第一個 引進公共自行車的一個城市 那我們引進公共自行車以來也有不少的問題 第一個譬如說過去的這個那個機台 反應很慢 系統太舊了 那最近也一直都在做汰換 那第二個 台北市他們做了以後他們是每一個每一台車都有一個機台 所以不用大家排隊 然後在那邊等 那像以前過去高雄市就是只有一台 然後系統又慢 然後就很慢很慢之後就變成一堆人排隊 然後借不到車等很久 那我想這些情況也許都在陸陸續的改善當中 那我今天要談的議題其實在保安部門質詢裡面也有帶到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高雄市現在公共自行車 它分佈的位置 那讓大家看第一個 你看這個感覺分佈非常的均勻 然後大概每個路口每個大路口都有一站公共自行車站 非常非常的便利 我們再縮小來看 哇還是很很豐富耶 佈滿了整個我們的高雄市 可是我們逐漸看到 欸好像都落在這個高雄的市區 再往上看我們再放遠一點 最後看到天啊我們的公共自行車站 最北是到我們潔定區的情人碼頭 那中間怎麼都沒有站 是不是我們區域的平衡出了問題 是不是我們的城鄉落差太過大 呃我想給大家看這個地圖喔 呃鋼山地區還有幾站啊 那往北都沒有 那往北還要等到潔定 那中間也沒有任何任何的自行客站可以還車 那我想很多的市民朋友很喜歡到我們子官 兒阿寮去吃觀光魚是吃那個海鮮 那之前本席也很努力的跟我們環保局來爭取在子官 科寮這個夜市觀光魚市場前面增設一個自行車站 那目前也確定要做了 那我想從子官一直到潔定很遠的這個海岸線 好像沒有半個這個環保自行車站 那另外我們再看右邊的燕巢 燕巢跟鋼山的交界有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就是阿公殿水庫 那這個地方最近還有我們市長很好的一個政績 就是我們阿公殿森林公園 甚至我們在鋼山小鋼山地區還有未來有一個天空步道 甚至現在已經都開始動土了 那這些未來的這些鋼山之眼 現在已經完工的阿公殿森林水庫 周邊完全沒有半個我們的環保自行車站 我想這個部分一張圖就讓我們的環保局可以看得很清楚 當然我知道我們在保安部門質詢的時候 局長曾經有跟我說我們陸陸續續還要增加好像一百多站 那我不知道這一百多站的分佈到底在哪裡 那我很期待的是說市長一直在上任以來一直強調就是高高頻 我們知道縣市合併有很多困難的問題要去克服 但是我們也期待 雖然資源就只有那麼少 我們還是期待 我們可以把多一點資源放在資源平均的地區 那我也很遺憾的說真的我們過去的高雄縣資源比較平均 那我很希望說這些我們海岸線 指觀彌陀永安到潔町是不是能夠增設站 那岡山到陸祖往潔町還是岡山往燕巢還是岡山往下面的橋頭 甚至另外一邊我也有注意到這個圖沒有秀出來 我們的鳥松大樹大社也都沒有站 那是不是這個問題我希望我們環保局能夠用心的來解決 那我是不是請我們環保局長 可以針對我們未來要增設這100多座的環保自行車站 有什麼樣的規劃 那都坐落在哪裡 有沒有本席關心的區域要增設 那以上謝謝 來 局長高 謝謝副議長 謝謝高議員 那目前來講我們預計是未來 要再增設那個116站 目前是184已經在營運了 那先回答高議員剛剛第一個提到的 就是那個速度的部分 目前大概完成了將近一半以上 最後整個在整個那個速度的一個完成 是7月底之前會整個 把現在的184全部都完成 今年7月 是是是一定是今年7月 那那個116站目前來講 我們已經都最近的一個標 6月14號要招標 那所以速度應該都後續速度很快了 那至於說整個一個那個要設置的位置 其實目前我們手邊都有一些相關的一個名單 那不過目前這一些的一個設置位置都還沒有確定 都還沒有確定 我們後續會一個站一個站來進行一個相關的檢討 當然有關於在海線這一邊的 這個部分我們會再來做一個考量 這個要考慮到就是它還車的便利性 你但附近只有一個站 它一舊了它沒有辦法還 這也是一個問題 那當然這是一個整體性的問題 密集之後它還車當然就方便了嘛 所以往高雄北高雄的部分 或者往東的部分 這都是我們要設置這116站的重點 好 謝謝局長 那您請坐 我提醒你兩點 第一點其實本期很關心我們北高雄的海岸線的發展 不管是我們海岸線的保護 生態保護 那還有就是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 我們是不是要去建立一個自行車道 還是我們應該用什麼方式來發展我們北高雄 而且北高雄海岸每一個漁村都有不同的特色 那我們怎麼樣利用我們的交通網絡 既有的交通網絡 甚至我們未來的環保自行車站 然後把這些不同的可愛的小漁村全部都可以連結起來 那我覺得這也是有助於我們發展高雄地方的觀光 所以長期來看絕對是值得而且遲早要做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要提醒您 我們現在的116站未來要增設的 那我期待說你們規劃的這116站到底在哪裡 資料請給我 那我也希望環保局可以多跟我們的觀光局 那多跟我們的這個民政局 民政局最清楚一區哪裡有什麼特色 那觀光局更不用說觀光景點最清楚 那公務局也很清楚啊 最近有什麼重大的市政建設 甚至我們的志鴻池永安志鴻池都做得很漂亮啊 那為什麼志鴻池基本上都還有修氣的功能 結果附近也都沒腳踏車可以騎 那我想這些點就這兩點我就期許我們的這個環保局長 可以多多跟我們其他的局處一起來討論 那也請他們提供一些意見 那我期待我們北高雄這個環保自行車站可以 越來越均勻 也許沒有辦法很快跟我們高雄市區一樣 但至少可以讓他們有點可以連結起來 這是我的期許 那接下來我大概要談的這個就快速帶過來 其實上個會期一直談到我們鋼山要披建第二交流道 甚至我們很期待高鐵橋下的聯絡道路 從我們的阿聯區一直往南經過鋼山經過燕草經過大社經過人武 這一條高鐵橋下的聯絡道路 那一直好像都沒有動靜 但是開闢以後絕對可以有助於我們地方的交通網絡的便利性 那也有助於帶動我們整個人口的發展還有就業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想等一下是不是可能請市長來一併來做回答 到底我們什麼時候會有這樣的規劃什麼時候開始做 那接下來我大概花一些時間因為只剩七分鐘 我快速講一下教育資源的分配的問題 那剛剛我們的何璇峰議員講到體育班的問題 那其實體育班不管也是一樣高高頻 就是過去的高雄市跟過去的高雄市有很大的體育班的失資的落差 那在這邊我過去也曾經質詢過我今天就略過 那我今天想要講的是這個義財班的部分 其實高雄市我們大岡山地區有很多的校長跟我說 他們的孩子很優秀 常常代表高雄市去比賽表演還得名次 不管是我們的壽天國小棒球隊 不管是我們的前鋒國中這個音樂班 還有很多舞蹈班 然後我們仔細看這個表 我們就會仔細的看到 怎麼音樂班美術班 大家仔細去列 會發現高雄縣怎麼好少喔 甚至一班都沒有 這是國中的部分 國小的部分也是一樣 音樂班沒有 除了鳳山有這個音樂班以外 其他我們大岡山地區一班都沒有 那我想齁當然我知道目前我們的這個 義財班已經到了教育部所給我們的這個上限 那要調整可能一時之間沒有很容易 但是我在這邊想要要求我們的教育局長齁 我期待我們一直要努力去達到市長上任以來的目標 高高頻 讓高雄市跟高雄縣能夠盡量的城鄉並進 那我期待有些音樂班 體育班還是美術班 舞蹈班 總不能一個北高雄過去的高雄縣地區 就只有鳳山有 甚至連鳳山都沒有 那我覺得這樣子對其他的區域真的很不公平 那當然長期下來我很期待 我們真的要勇敢的去調整 有些不應該開班的應該要就是關閉的班級就不要再開了 那把這些班級不再開班的班級的這個兒術 挪到我們的高雄縣來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家要一起去面對的事情 那不只是義財班 甚至我們的特教班 甚至我們的自由班 甚至我們的身心傷害巡抚班各種班 我都期待用同樣一個標準 我們去檢視高高有沒有平 我們去檢視高雄縣有沒有一個就好 有沒有一個班就好 我要求的不多 有沒有一個 那這個就是我的期待 我希望我們的教育局 可以努力的去承擔這個責任 那我想所有高雄縣的這些孩子跟家長 會非常非常感謝你 那我是不是想最後再請我們局長再回答 那接下來我用一些時間也是講這個體育資源 那前幾天我跟邱俊宣議員 何全鋒議員 簡歡中議員 還有羅頂城議員一起去看我們成親屬物棒球場 那就發現非常的老舊 那我想邱俊宣議員應該會在他的質詢 總質詢時間裡面再多花一些時間我就略過 那我這邊要講的是鋼山的檢疫棒球場 那破破爛爛 然後那個土都不平草也是養的不好 然後東西破舊老舊成這樣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不管我們是體育的資源 最近我知道我們體育處一直努力在說服 是不是我們跟台唐的土地可以再租大一點 那再把租金彈低一點 那我們擴大把這個地租下來 讓我們鋼山檢疫棒球場可以變得更好 可以培育更多我們基層的這些棒球人才 那這些小朋友收聽國小小朋友 很多軟式棒球小朋友可以去那邊練習 那我想這次整個我們在推動棒球運動 甚至在培養我們的球迷 都是一個很好很好的發展 所以這個部分我也期待 我們的體育處要多用心 不管是在我們澄清湖棒球場 還是我們鋼山地區的檢疫型棒球場 我都期待能夠有一個更好的提升 那最後我針對剛剛的教育局部分 我想講 很多孩子高雄縣的孩子 他們因為沒有音樂班 沒有舞蹈班 沒有美術班 所以呢 他們就無法就進入學 然後呢 於是無法就進入學 就造成家長的困擾 但長期來看 會造成我們高雄市人才的流失 我所知道的高雄縣很多的孩子 他們都到台南去了 那我也知道有一些高雄的孩子 他們家裡經濟可能狀況比較好 就是硬簽這個 這個學籍然後到高雄市區來讀書 那我覺得這都太辛苦了 長期來看無法就進入學就是不理想 第二個 人才流失對高雄也是不好 第三個 我們未來要怎麼去推動這些相關的 甚至這些孩子未來在升學的過程當中 因為他沒有讀過音樂班 所以你在推薦爭選的時候 人家就覺得你不夠專業 首先分數就已經先低了 或者是先把你刷掉了 這些都讓他變成沒有競爭力 而且讓他輸在起票點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一再要求 希望教育局可以 我們的局長還有我們所有的同仁 可以挺起胸膛來 努力來承擔這個責任 該調整就調整 不要說過了五年十年還是一樣 剛剛全豐議員講的 炭葫蘆的體育班這都不理想 我們什麼時候才要變成金字塔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請我們教育局長 最後再來做回答 來 局長請答我 沒關係那個主席 我最後再請局長回答 那最後我用一些時間給大家一些新的觀念 所以大家也可以放輕鬆一點 其實我們高雄是一直很努力 在推動一些綠色能源的 還有包括綠能產業的這樣子的政策 那包括我們也有這個綠屋頂 還有相關的自治條例 那其實我想給大家看的一些照片 就讓刺激一下大家 這個是德國 德國他們今年很厲害 他們的再生能源高達95% 而且能源發電過剩還可以賣錢 那他們幾乎家家戶戶很多都是用這種太陽能的這個屋頂 那接下來呢 這也是德國幾乎家家戶戶 那當然他們還有一些風力的這個發電廠 然後接下來這張圖是告訴大家說綠能佔德國發電百分之多少 你會發現他們綠能所佔的真的是非常的高 然後第二個大家很擔心發展綠能產業 發展要往這個非核家園去走 會不會我們經濟就會不好 這張圖告訴大家 德國將近十年的經驗發現 綠能產業的發展跟他們經濟的發展其實一致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法國 去年市長曾經到法國取經 那也看了他們的電動公車 那我們也簽了這些合作的意象書備忘錄 那法國還有做什麼 他們做太陽能的道路 在任何的我們道路的地方都來做太陽能 那可以做很多的發電 那甚至呢 在荷蘭也有這樣子的太陽能的道路 就比較深色的那邊就是太陽能的道路 那這些都可以提供 譬如說 以這一條荷蘭來講 他這樣七十米就可以供給三個家庭 一年所有的用電量 這個超嚴重的這個家電站 已經超過家用站 那我們這個是一個臨近國家 亞洲國家很高的一個指標 我們日本做到 我相信我們台灣做到 我也相信我們即將要承犯 全球高中正典的高公司 也許就可以在荷蘭新鮮做到 那再來美國有約要給我錢 那你既然有太陽能的參車 就是Romita Romita也可以用太陽能來發電 這兩個東西 你會看到上面那一塊就不太陽能的辦 然後達到達到也有公共生體的 這種太陽能來發電 然後英國這個車 雖然大家現在要習慣 但是英國這台的 是用大便來發電 他們大概就是用一些垃圾 還有一些生殖的這些 生物的一些排泄的東西 要來製造一些電 那第二個也非常有趣 就是利用食物的光源 所有產生電 然後來電子其中的電 那我覺得這個Facebook 非常有趣的概念 它以上講了這麼多 只想告訴大家 發展這些產業 都會用Facebook家的非常希望 而且它會帶來很多 不管是環保的 環境的 生態的 還是我們地方產業的 都是有很大的電子突發的方向 今年台灣在6月1號 我們綠能的這個尖峰之間 已經超越了其中的電子 這就是今年 我們台灣現在也是這樣 所以未來要發展綠能趨勢 未來要來做綠能 未來要來做政府的綠能產業的這種可行性 就是一個很明確的趨勢 也是全球的趨勢 那也是全球在對抗系統變成的一個錯 所以我們的高雄 現在也是有綠能力 但是我們期待未來 有天洞紅車 期待我們綠能力 綠能力 是太陽的馬 還有人災 還有各種的情勢 可能的這種綠能的高性 讓我們使用乾淨的能源 也讓我們的家園 進入Facebook的狀態 也讓我們的下一代 能夠有更多時間 那你教授我們的總體面 那也會謝謝你 好 局長要簡單打步嗎 非常簡單打步 好 謝謝主席議員 因為時間真的非常有限 剛剛談到資源的問題 自從縣市合併以來 其實高高平就是市長施政的目標 所以你也知道 101年我們為了高雄原縣 齊山鳳山跟高山區各設一個自由班 原來是一所都沒有的 那至於議員提到的義財班 目前有136班 確實有超過上限 所以未來就會讓辦理不良的退場 但是最重要的是 未來增設的 完全是要看區域均衡發展 凡是區域沒有的 我們從這裡才能夠考量去增設 那有關那個棒球場的問題 也要謝謝幾位議員 還有邱志偉、立委 積極的協調溝通 分別在4月26、5月3號 開兩次協調會 現在岡山的棒球場 預備建立為棒球訓練基地 那我們的方向是 希望台糖降低租金 或者是共同開發 那目前有體育處 進行一個專案研究評估 以上簡單回答 謝謝 市長要把握一下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高議員 我們知道高議員 是一個非常優秀 認真的議員 也對高雄市有很高的期待 當然希望高雄市未來 在整個力能產業上 這個部分能夠有更進步的作為 那這個部分 我相信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都會努力 那剛剛高議員特別提到 就是高鐵橋下的這個道路 從仁武到阿聯 這個部分大概基本的經費 是86億多 86億多 這個部分可能必須要分階段 那我們也了解 中央現階段 整個財務的狀況 都是每一個地方 在交通的建設上 但是我有看到 中央也提到 就認為政府應該優先投資 來增加整個台灣 在經濟的發展上 所以86億多這個部分 我們會很努力來爭取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也會請高雄市集的立法委員 在這個部分 我們一起來努力 另外一個部分也是 高原這個部分 有關於高雄的捷運 是不是我們不夠努力 或者是會比台南慢 這個還差很遠 這個徐副市長來答覆你 好 我們過去這一個 紅線的路足延伸線 當然過去在馬英九總統的執政八年裡面 他只合給我們一起 一個站 整個路足延伸線在過去八年 除了那個站之外都沒有進度 這個沒有錯 但是 台南目前所提出來 是他們自行規劃的階段 那目前 剛剛捷運局長 所一直提到的 我們的可行性評估 那個是依照大眾捷運法 在編列預算之前的 已經進入這一個 編列預算的法定程序 只要核定了那個可行性評估 就可以編列預算 所以跟那個自行規劃的那個 坦白講 程度上面還是有一點南緣北側 在這邊我想跟高議員做一個補充的說明 謝謝 好 謝謝執行完畢 下午三點繼續開會